他过去是那样子的 所以说现在我要不要等我要不要跟他复合来家人吗 听你们的 他现在态度一下子转变 你说我要不要跟他复合家人吗 这些的话我都说了 现在我做错了很多很多事情 你也不要说了 真的 这些的话我也我也知道自己错了 那家人吗 我继续把那个现在的话我已经改革了 我希望 希望能够带着小宝和你们咱们三个一起回去 行不行 不可能 那你这样 你看我 你看我的家人们都说不行 那我也不管啊 我也不管你什么家人啊 我也不管 好 那你这样子的话 没事 我也不跟你闹 小宝背心我带走 今晚 不可能的 阿兵 你不要 你不要想 你想都不要想 你想都不要想 你你 你现在如果说 今天晚上你想在这里住 你就好好的去那里住 我不住 生意 你不想住 你就走 我要带我的小宝走 带小宝走是不可能的 你要住你就去住 你不住 我要带我小宝不是 你不要 给你的 你要你 你不想住的话 你就可以走了 家人吗 我们要带着我的小宝走 小宝是永远一半了 家人吗 把那三个字打出来家人吗 我让他走好不好 把那三个字打出来 然后怎么我们大幕去那要不要一起走 行不行 把那三个字打出来家人吗 家人吗 把那三个字打出来 家人吗 把那三个字打出来 你赶紧走 不可能的 我不会让你带小宝的 你好好呀 那可以 那你就先发现咱们三个一起走 行不行 不可能 不可能 要不咱们三个一起走 不可能的 你小宝是我的 不要想家人吗 我不会让他这样子做的 对不对 我不会让他这样子做的 你想都不要想 你赶紧走 我是不是小宝的爸爸 啊 你说 你只是小宝的爸爸 但是现在小宝不需要你了 不是 现在小宝不需要你了 那以前我是想过 你要你当小宝的爸爸 但是我现在不要你当小宝的爸爸了 可以吗 你赶紧走家人吗 我还不让小宝 你不让你大小宝的妈妈呢 我他说他改了家人吗 他说太狗了 但是 这种我已经改了啊 我已经改了真的 他说他改 他说他改了 结果你们看他现在是这种态度 他说他改了 结果他现在是这种态度家人吗 你们说他觉得 你们说觉得 你们觉得他能改吗 你们觉得他能改吗 来咱们这样 如果啊 啊 你跟我回去的情况下 就是今天那个呃 叔叔的姐妹 我也帮你划算 行不行 不是 五七个米吗 对不对 我跟你划算 行不行 你先不要闹好不好 好不好 你先不要闹 然后你不要扯到小宝了 我们坐下来好好说 说我求你了 我真的我太累了 我太累了 好不好 我太累了 家人吗 我太累了 来 你现在说什么 我刚刚没听清楚 你说的是什么 我的意思啊 就是 如果既往 你小宝 我们三个一起回信的话 你不是 切那个 今天那个呃 大哥的五七吗 对不对 我帮你划 那个五七我 我帮你划 行不行 你说什么 你有要求 就是你小宝 我们三个一起回去 今天那个大哥的那个五七的那个米 我来划 我帮你划 行不行 不可能的 你的意思是叫我 同意跟你复活 你就帮我还那个吗 对 因为我是你的 我不需要帮你 我不需要你帮我 好不好 来家人吗 那你来什么还吗 家人吗 他现在是这种态度 你们觉得他是改了吗 他是有要求的 家人吗 他是有要求的 他的意思是叫我跟他复合 叫我原谅他同意跟他走 他就帮我解决这个事情 我求你了 我不会跟你复合的 你赶紧走吧 你赶紧走 我自己想办法好不好 你你想你想什么办法 我问你 你想什么办法 我问你 你带着小宝 你想什么办法 我问你 我我我我问我家人吗 家人吗 我应该跟他复合 然后让他去帮我还这个五千吗 来家人吗 我听你们的 来 你们想法打在公平上让我看一下好不好 家人吗 他跟我提要求 家人吗 他说叫我 他说叫我跟他复合 他叫我跟他和好 他就帮我解决这个事情 家人吗 你们觉得可以吗 你不是拿出你的车衣吗 对不对 好 我拿出车衣 你跟我走 雷副钱我来搞 我来还 好不好 你们觉得可以跟他复合吗 你们觉得这里 不是我这个大哥 喂 喂 王哥 王哥 你先听我说啊 你先听我说 这个男人啊 绝对不能跟他在一起 直播一下什么啊 你们觉得对的 这个男人的话 这个阿比的话 前几天我还我还以为他 如果是真的能改过来的话 那比起一家团圆的话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想着 如果他能改的话 就 不管他以前做出什么事情 毕竟孩子 你们有一个王者的家体的话会比较好 但是这个男人 今天你看啊 你那个那五千 都是为了以前你生孩子的时候 跟别人见了 对不对 也算是 也算是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世界的 你们两个 应该都是一起负责的 这五千 但是他刚才是说是啊 如果你跟他 你跟他复合的话 他就帮你还这个 债 你不跟他 复合的话 他就不还 他就是 他有可能啊 我怀疑 直播下讲什么啊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 我是这么想的 我怀疑 这个男的之前他不是跟了一个父婆走了吗 然后这段时间他莫名其妙的回来跟你复合 而且 他说了就算你不复合也可以把孩子给他 有可能是 那个 父婆他们两个 设计好要回来跟你要这个孩子 回去过 把这个孩子要回去 是不是你跟那个父婆生不生不了孩子了 你那个父婆是不是 生不下孩子了 所以你 你们才回来要这个孩子的 我真的 看不下去了 这个 我真的 看不下去了 我 这个不是关不关我 事情的问题啊 你这个人 太过费了 直播家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 国际上打个对 不是你这乱说什么 黑妹妹啊 黑妹妹 你听我说 啊 人生 人生 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那么一仿佛税的啊 虽然你现在日子过得苦一点 但没事 啊 再苦再累也是啊 也是生活嘛 啊 苦一点反正啊 有的吃有的穿就行 啊 有很多人也 啊 是 这个条件也会跟你差不多的 啊 其实不一定每个人都是过得那么好的 所以哪怕苦一点没事自己苦一点哪怕苦的开开开开开就行 如果跟着这个男人在一起的话 你以后 每天都是泪流麻面 以泪洗面的 这样子的话 哪怕你有再多钱你都会 不开心过得不幸福的 所以 我作为一个 一个关注来讲 作为一个 看到过你视频然后 比较就是 同期的一个角度上来讲 这个男的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真的 这个男的太太坏了 啊 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这个日子是不会幸福的 你自己 没事日子慢慢过 你和小宝你和你那个孩子 一起好好过日子 这样的日子总会是熬过头的 你相信我 咱们直播这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了 会不会让他打个对 你现在 时间 先把他撵走 撵走了之后 没事 你这个 日子 你开始直播 你也帮着我们 把这个直播间 现在看着你看你的这个八千多个人 当成是你的家人一样 当然我们也会把你当成我们的家人 苦的日子 没事我们一起慢慢想办法 一起慢慢改变 但是这个男的话你 你如果要跟这个男的好复合 我是 这是我们家的 你不管我是谁 你也不管我说什么 加上 我觉得 我觉得 你们觉得 我说的对了 打个对就行了 你现在 马上把他赶走 然后我们一起商量一下 你未来的日子该怎么做 你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我们 直播间八千多个人一起商量的话 会商量出结果来的 好 好哥我听你的话 我 我哥我家人们都这样子说了 你现在先把他赶走 然后我们再好好商量 以后该怎么 这个日子该怎么过 咱们直播间家人们 支持这个黑妹妹的 咱们就 右下角这个 想不知这个 点赞的地方给他点点赞 然后没有给黑妹点关注的 咱们就给他黑妹点点关注 我相信 我们这八千多个家人们 帮助这个黑妹妹 我相信黑妹妹以后 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 你先把这个人 谢谢 谢谢我的哥 谢谢我的家人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 你先把这个 你旁边这个人赶走 赶走之后 我们商量 以后该怎么做 你 不是 我求你拉宾 你可不可以先回去 黑妹妹 黑妹妹你不要求他 这种男人 他吃软不吃 那个 吃软不吃意的 你这种人 跟他服软没用的 你就为他走不走 不走的话 你就和大车的叫 和大车的喊 把你 你家的亲戚 还有你那个邻居 全部都喊过来 看他 看他 看他好不好意思 待在那里 好 你就为他走不走 他不是走的话 你就大车的喊了 不是你到底在 你到底在 跟他说些什么啊 你 你不管我说什么 我们家的事情 管理什么事啊 我自己觉得 我说的是对的 咱们是不是家人们 觉得 我说的对的 顾平上打个对 哥啊 哥 这位哥啊 我跟你说 这是我们家的事 管理什么事啊 我问你 你到底是谁吗 不是我现在跟你讲 你先回去 好不好 你先回去 今天晚上你先回去 好不好 你先回去 叫什么呢 没有 你要是听我们的话 你要是听我们的话 你现在不用跟他 求 服务 这种男人 你越是跟他服务 他会越得罪即使的 你直接 现在为他一句话 走不走 不走 你就大车的叫 把你所有的亲戚朋友 全部叫过来 把你所有的 你去全部叫过来 然后这个直播 你要一直开着 我们九千多个人 全部看着 录皮 把你录皮 好的 那你赶紧走 你开始直播 他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你听到没有 你可以走了 不是 你不要 你不要用手指 赶紧走 赶紧走 不是 你赶紧走 我给你 家人们 不是 你赶紧 你赶紧走 你不走的话 你也听到了 刚刚我 这个哥哥跟我讲的 你不走的话 我会叫人 你不走的话 我就 家人们 我们都好平 家人们 哥 你赶紧走 我跟你讲 他已经走了 哥 你到刚才住的那个地 你回去 回去 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好 然后 直播的所有家人们 我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名做个化妆品的一个厂家 黑妹妹 前几天我给你寄的那些化妆品到了没有 到了 哥哥到了 你就这样子 那些化妆品 你拿着卖 拿来用 然后你觉得好用的话 我这边 以后 你就 给我们工厂 卖化妆品 然后我们工厂给你提车 这样子的话 你就能赚 你就能赚钱了 我们这些各个姐姐买卖 反正也有 到时候 他们如果有这个自己喜欢的 有自己合适的 比如你卖啊 你卖化妆品 他们又得上的 他们也会买的 我们啊 这样子的话 你也就能抓到差价啊 你也就能抓到一点钱 这样子的 你生活也能过得下去 对不对 还有平时你把你们那些啊 杀货啊 那些什么楼厂品啊 什么特查 可以拿来直播间卖一下啊 我们啊 看到自己喜欢的 看到自己合适的 我们就会买 这样子 你就啊 自己在家里面做点小生意 维持一下你的生活 你不用靠它 你要靠自己 知不知道 我知道了 哥哥 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然后 就是哥哥 你那上次 你给我拿的那些 我一直在用呢 然后 叫什么 你们看我 我的脸跟这个 手是这样的 我是比较黑嘛 然后哥哥 我之前的话 也没有化妆 也没有敷过面膜啊 什么的 但是现在用了你的产品之后 我的脸都要好很多了 就光亮的 又白又 又 就是挺 体亮 体亮肤色的 你拿出来 你拿出来 我教你怎么用 然后 等你觉得 又好了 以后 你就在家里面 把我们顾茶卖啊 化妆皮就洗了 你啥事都不用做 我放在旁边呢 我找一下 我们顾茶给你发工资 这这里 我刚放在那里了 我每天 我每天都是 每天晚上都在用呢 这已经 已经用了两个 一个多星期了 那个 那个面膜 你拿出来啊 就是这个面膜啊 啊 他是啊 那个旁边写的有 旁边写的有 你看一下啊 就是500啊 他就是一盒 一盒500 598一盒 他这个是高到美容院里面的 面膜啊 你看一下 旁边写的有的 然后啊 他一盒是卖500啊 500 那个598的啊 你就慢慢卖我们啊 这里啊 这里可能家人们都没有看到 不是 你拿另外那盒出来 写的有的 边上 边上 另外一盒吗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上面 有 我是不是被我用了呀 我上次是看到了 我上次是看到了一盒了 就是写的是500多一盒的 然后我又不敢用 那么贵的 没事没事 没有 这些啊 我又不要你的钱 这些我又不要你的钱啊 啊 没有 这些我啊 我这些我又不要你的钱 你拿来用 你觉得好用了 到时候你推荐给你身边的人啊 啊 看到没有 592啊 598啊 一盒 他这个是高到的面膜 是我们供在这个线下 那个啊 高到的美容院里面的啊 你看你 你现在看一下 你的手是没有敷面膜的 你的脸是敷了面膜的 对比一下大家人们对比一下 黑妹妹 她本身就一个很黑的一个女孩子啊 一个啊 你们看她的作品应该也看得到啊 用了这个面膜之后 你看她的手是那么黑 她的脸还稍微摆了一点啊 但是啊 黑妹妹我跟你说啊 啊 你要坚持用啊 她这个啊 不及能美白还还可以大 她还可以看皱 比如说你才有皱皱微微的那些啊 年纪大了 还有你生了孩子之后 脸上脸上淡淡淡淡淡的这些 你坚持用了之后 她会给你全部给你变好的 知道没有 然后 这个以后 你就在家里面啊 啊 帮我们这个工厂卖化妆品就行了 然后我们工厂给你开工资 你也不用出去打雇了啊 啊 这些个 啊 你不可 不及其是可以帮我卖化妆品 还可以 就是你们那边有什么农场皮啊 透产啊 腊肉呢 虾肠的这些 反正只要你那边有的 你都可以拿到直播间来卖啊 你放心 我们啊 这些哥哥姐姐帅们 还有我啊 我们都会 啊 只要看到自己啊 喜欢的 看到是合适自己的 我们都会买 都会支持你啊 为了支持你 然后都会买的 这样子的话 啊 那你可以抓点差价 而且 你只要好好帮我们工厂卖化妆品 我们工厂也可以给你发工资 怎么样都行 啊 反正你不要跟那个男的在一起 你跟他的在一起的话啊 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啊 以后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 而且那个男的 他这次过来找你 他有可能不及几次 因为你啊 上次啊 我们都看到了 他跟一个啊 外地的一个富婆在一起的啊 他不可能抛下那个富婆而回来找你的 他这次回来找你啊 不是他不是回来找你 他是回来找他那个孩子啊 他是有目的细的知不知道 他不可能那么好的 他这种人是一辈子都改不改不掉的 咱们直播一下 人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了 顾皮扎打个对 这个的 Joy 这个哥哥说的太对了 spaceship 我觉得 那个啊 这个话 Spieler Bus的话 你拿出来 它是里面是有5片的啊 以后 这个化妆品的话 你就一盒99块钱卖 一盒99块钱卖 一盒99块钱 你不管 你不管那个卖多卖少 反正一个月下来 如果挣的多的话 如果挣的多的话 我会把差价全部都拿给你 因为你自己也不如意 如果挣的少的话 也放弃 我不会让你白麻糊的 你一个月上班 三四四五千块钱 我也不会抵御这个给你的 听到没有 不是哥哥 这个的话 我自己你看现在几百块钱的东西 我自己都舍不得用 我不敢用 598 上面写的标的价格 我知道 它上面写的是 投一零售价598 我那个是供货 在那个高端的美如月里面 因为人家美如月的话 人家那些人工费也要钱 人家店铺 没事费也要钱 也要钱 房租水电都要钱 所以人家也要赚钱 所以才才会卖那么贵的 你这边的话 你就卖99一盒就行了 然后以后 不管 反正你卖不卖出去都没事 你就当做是给我们工厂 打一个宣传就行了 知道没有 那我那我那我那这个哥哥 那我你这个99的话 然后我我问一下我直播间的那个哥哥阿姨 叔叔阿姨 就是姐姐们阿姨们 他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要呢 如果想要的话 你这个价能不能再少一点 然后你这样子不是今天送几单给我家人吗 不是 他们想不想要这个没事啊 还有 你也不一定是卖给直播间这些人 你可以卖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些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这个肠皮的话啊 没事 没事